华尔街发生一起奇怪的银行抢劫案 不仅找不到抢劫银行的犯人 而且银行什么都没有丢 他们到底在找什么 为何如此大非周章策划之上的抢劫案 这一切都要从一家古老的银行说起 曼哈顿信托银行是一家有着悠久历史的银行 它创建于1948年 阿瑟老先生是这家银行的董事会主席 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被社会服务做了很多善事 也因此曼哈顿信托银行的心语很好 很多人都会选择将钱存在这里 包括一些贵重的物品存进这家银行的保险箱中 每天这里都会有大量的人前来办理业务 和往常不同的是 这一天银行来了四名油气工 谁都没有注意到他们 包括银行的工作人员 然而就是这四名油气工劫持了银行 控制银行所有的人 为了方便管理 劫匪将人质划分成两个阵营 一群是银行职员 另一群是顾客 为了不让他们和外界有任何联系 将所有人的手机都给收了起来 其中一个人试图用自己藏起来的手机和外界联系 但他被发现遭到劫匪报答 这件事情震慑了所有人 令他们不敢再有反抗 为了混交视听降低暴露的风险 劫匪还让所有人换上自己带来的衣服 这些衣服和劫匪们是一样的 很难区分谁是真正的劫匪 银行抢劫案很快便惊动了警察 他们包围了整条街区 上百名特警守护在这里 负责此次案件的谈判专家是凯斯探员 他最近背诬陷贪污赃款 急需一桩大案来将功赎罪 只有这样才能顺利今生今长 没过多久 鞋匪有了动静 他们释放了一名人质 这名上了岁数人质患有心脏疾病 受到严重惊吓之后病情发作 而鞋匪并不向伤人性命 据老太太所说 警方一旦扣进银行 便会扔出两具尸体 为了能够了解银行内部情况 警方破解银行的监控视频 但是杰匪早就想到了 他们在进入银行之后 将摄像头给破坏了 警方无法从监控中获得杰匪的信息 凯斯想和他们联系 可是杰匪根本不接电话 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 凯斯处于被动一方 被杰匪牵着鼻子走 他们不知道杰匪的目的 也不知道他们的诉求 更不敢冒人的闯进去 只能在外面干等着 遮失杰匪又放出一名人质 经过调查 这个人是银行的一名普通职员 那块技术板上写了杰匪的诉求 他们要在晚上九点之前 得到两辆巴士 以及架满油的飞机 否则每迟到一个小时 便杀死一名人质 此时杰匪派人送出一张纸条 告诉警方 这里有五十个人 饿着肚子要吃东西 凯斯决定送给他们披萨 这有利于他们在其中 安装窃听器 这也是目前唯一能够 探知里面情况的办法 很快凯斯便监听到一段声音 而他们语言并不是英语 一时之间难以知晓他们说些什么 其于惊周折 他们才知道这是228尼亚语 而这里根本就没有人听懂 终于费了好大功夫找来的翻译 结果他们被杰匪给耍了 这根本就不是他们之间的谈话 而是一段提前录好的宣传雷剑讲 杰匪从一开始便知道警方 在披萨里面安装了牵牵器 故意吸引同他们 这样开始十分的挫败 强奸案的时间越拖越久 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为此事长亲临现场查看情况 来到现场的 还有一位名叫麦德林的女士 他最高奋勇要和杰匪谈判 还愿意竞争凯斯的官职作为条件 他认识这家银行的董事会主席阿瑟 他此次前来便是受阿瑟之托 银行被抢 让阿瑟十分的担忧 这家银行是他建立的第一所银行 里面存放着比他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 为了不让保险箱里的东西重建天日 他找到黑白两道通吃的麦德林小节 他专门为别人摆平事情 但全体是他的客户必须信任他 不能有任何隐瞒 不然所有的协议立即失效 阿瑟没有办法 只好将所有的一切告诉麦德林 保险箱里的东西关乎他的生育 如果一旦曝光 他积攒几十年的好面生 将全部化为物有 也将会给他带来前所未有的打击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保险箱里的东西都不能公诸于众 而麦德林是一个不会拒绝金钱的人 他的人脉非常的广 曾经的客户也可以成为他利用的对象 他找到社长 让他带自己前往现场 出于人情 市长只好答应 起初凯斯并不想让这个女人掺和进来 可时间一点点流逝 马上就到晚上九点 凯斯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去救劫匪再宽限一点实现 劫匪给他处理到脑筋级软弯 一定要经过中央车站的火车 或是用来印美钞的数 哪个比较重 经过小组研究 他们最终答案是一样重 没想到这居然就是正确的答案 劫匪也轻易答应往后延迟 为了突破困局 凯斯找到麦德林 同意他和劫匪见面 但前提是劫匪愿意见他 而劫匪也同意了 只让他只身前去谈判 双方都心照不宣 都知道是为了什么事 麦德林向劫匪开出非常诱人的条件 趁现在投降 他们只会被判两到三年 出狱后还会得到200万美元的补偿 然而劫匪根本看不上这点迎头小利 只要他手握这份重要的证据 就不愁以后阿瑟不帮他们 更何况这位劫匪并不想帮阿瑟掩盖真相 于是拒绝了麦德林的起义 谈判失败 这是他人生中为数不多的失败 不过他并不想承认 抢劫案到现在还是一个僵局 他们必须从长计议 经过反复分析 凯瑟觉察到他们掉进劫匪的圈套 不是他们在拖延时间 而是劫匪在拖延时间 凯瑟决定进入银行打破这一僵局 他告诉劫匪已经准备好飞机 要亲自确认人质的安全 劫匪答应让他进来谈判 他惨恨林圈所有人质都安然无恙 而劫匪也没有伤害任何人 凯瑟想说服他们放弃抢劫 乖乖投降 否则外面突击队员会冲进来 劫匪知道双方打起来对谁都没有好处 劫匪命被他虎住 下令让他离开 凯瑟十分舍弃 袭击了劫匪 凯瑟没有占到便宜 也没能制服劫匪 他的决动提怒了劫匪 射杀一名人质 这算是对他一种警告 如果再敢不听他们的 所有人都会为此寻造 凯瑟的事物让他失去了指挥权 现场转交给约翰警官 他是一个暴脾气 没有耐心和劫匪谈判 准备阻止所有警力和劫匪决议死战 考虑到银行里面有大批人质 他们穿着的衣服和劫匪一样 贸然使用实弹 后果不堪设想 下令将所有子弹都换成橡胶子弹 约翰警官的行为显然不是最明智的选择 但凯瑟已经没有任何阻止的权利 他只能坐着肝着急 他回想整个案件 发现很多奇怪之处 为什么劫匪对他们的计划流入智障 总是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忽然他意识到那块铁板上暗藏玄机 里面藏有窃听器 他赶快通知约翰警官让他停止行动 还没来得及下令车退 银行的大门便随着一程巨响炸开 劫匪从窃听器中听到警方的计划 便提前放了所有人质趁着混乱在其中 面对这么多不明身份的人从银行冲出来 警方将他们一一计刀控制了所有人 他们每个人看上去都忍出无害 很难辨别这其中有没有真正的犯人 之后警方立马搜查整栋大楼 让凯瑟感到奇怪的是 劫匪并没有带走一分钱 他们对这些钱似乎并不感兴趣 更还记得是劫匪用的枪全部都是玩具枪 没有任何杀伤理 也难怪凯瑟和劫匪发生冲突之时 劫匪并没有开枪 警方还在卫生间发现用来剪戏的道具 先前被射杀的人质是他们演出一出戏 这里没有任何人伤亡 这不是魔术 劫匪不可能平护消失 他们一定全部藏在人质当中 凯瑟审讯了所有的人质 试图从中找到潜藏的劫匪 这些人质的关注点并不相同 大多数人都很害怕 并不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 劫后余生大多数都是对于命运的感叹 然而有几个人的回答却引起凯瑟注意 第一位是一个白人小伙 他被绑架的过程中突然撤下自己的连招 十分不耐烦地咒骂劫匪 被劫匪狠狠地揍了一顿 这突然的举动很反常 不仅如此 他还有比其他人更敏锐的观察力 他注意到劫匪用的枪是AK-47 而他并不是枪械专家 却能够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 凭借游戏电视剧就能准确地认出那是什么枪 很难不让人怀疑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什么枪 第二位可疑人物是一位中年秃头大叔 他说其中一个劫匪发号是零 其余的人都听从那个人的 不过自己当时被关在房间里面 什么都没有听见 他有严重的耳其 需要接触助助听器才能听见声音 可他摘下助听器 还能顺利地回答凯斯的脊椎问题 一旦发现他的听力有问题 他又开始装聋作样 这样的举动也确实奇怪了一些 第三位是一名女性 她丰满的身材很符合劫匪的特征 他说完自己出身之后想要喝水 在审讯中如果一个人要水喝 就说明他很紧张并且撒谎了 这些小季节自然也会引起凯斯的注意 虽然这些人有极大的嫌疑 但没有确得的证据 况且还会有人质证明他们是好人 只好将他们无罪释放 这些抢劫案堪称年度最滑稽的案 银行没有任何损失 人质也没有受伤 警方还找不到嫌犯 警方告疼让凯斯就此结案 而凯斯并不想就此了结 他想要找出隐藏在这其中的真相 他查询银行所有的保险箱记录 每一个保险箱都明确地记录存放的东西 除了392号保险箱 找不到任何存放的记录 深知这一号码被小孝抹掉了 为什么会被无缘无故抹掉 除非这里面装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找到麦德林 可这个女人什么都不肯说 还想用深知来摆平凯斯 他想要深知 但不是以这样的方式 凯斯申请搜查令 查看了392号保险箱 发现里面是一包未吃完的口香糖 和一枚超大钻戒 里面还附上一张小纸条 让他们跟着钻石走 原来这一切都是劫匪计划好的 其实抢劫银行的并不是只有四个人 而是五个人 只有四个人先行离开 劫匪来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392号保险箱 为此他们设计了百本计划 他们五个人不断地拖延时间 以便在银行的处件造出一个密动 东的后面便是一个密室 他们其中一个人在那天并没有离开 而是将钻石拿走之后 暂时吐在那里 等银行的秩序恢复往常之后 再从里面出来 一切都神不知鬼不觉 但他们并没有拿走所有的钻石 而是将那颗最大的钻戒 留在了保险箱里 只有完全是为了伸张正义 抢劫银行那天 他们打开保险箱 发现里面存放一大堆文件 这些文件揭示了阿瑟的所作所为 二战期间 阿瑟替瑞士银行做事 他利云和纳粹的关系大法横财 所赚的每一分钱都沾满无辜平民鲜血 而那边算计是他最大的罪恶 先是属于一位巴黎银行家夫人 这位夫人是犹太人 二战期间遭受到德国纳粹的迫害 阿瑟和这位夫人本是朋友 他原本具有能力帮助他们 但因为巨大的利益 眼睁睁看着这位夫人和他的家人死在集中营 麦德林来找他谈判 无非也是为了这件事情 他是盗贼 也喜欢钱 可他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不会为了利益而出卖自己的灵魂 这份写满罪恶的罪状 毕竟公布于众 凯斯顺着线索查出阿瑟所犯下的战争罪 他的罪证 最终都会交给华府战争调查局 终有一天 阿瑟的罪行会被世人知晓 受到阴影的惩罚 而那些因他而死的亡魂 便可以得到安息 案子终于告一段落 迎接凯斯的将是新的真诚 不仅是阿瑟 他还要追踪那些消耀法外的劫匪们 这是他身为警察的职责 回到家里 阿瑟发现自己的口袋里面放出一颗裸钻 他回想起和银行里面一个人相撞 原来他是和劫匪擦肩而过 下一次他一定会抓住他们 电影到此也告一段落 本片是美国电影《居内人》 金钱不能掩盖罪恶 只有坚持正义的人 就一定会解开尾山的面具 所有的谎言和罪行也将会被击传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订阅关注 持续更新不见不散